锦衣之下京城的妻儿在想念 另一边在两广公差的路易 虽是耗使了一些 可公务进展却没想象中的男 亦或是说拿到证据 比路易和莫然想象中容易了许多 感觉一步接着一步 都像是走在别人的预设之中 可又没有为难于他们 路易的直觉告诉他 似乎有人在操纵着这一切 拿到给皇上那边交代的证据后 路易也没有往下深究 与莫然日夜兼程地赶回京城 带着马上就能回家 见到妻儿的一强热情 路易仿若时间都过得快了许多 因着此次事案子调查 基本都是私服出行 路易直接回了陆府 即是为了更衣进宫汇报做准备 也是给了路易第一时间 见到妻儿的机会 都说往往期望越多 一旦有失望 二者之间的落差也就越大 这大概就是路易回府后的真实写照 夫人呢 夫人当差还未回来 门口的守卫如实汇报 心中也奇怪 依着往日二位主人的年呼尽头 难道说夫人并不知道大人今日回来 文言的路易 脸色并不是太好 一则是因为长途奔波赶路所致 二则是为没见到夫人而心烦 明明已经提前告诉他 自己今日回来 本以为能第一时间见到心心念念的人 谁知人家一门心思还在当差呢 难道他是记错日子了 少爷回来了 刚进后院 路易就看到跟自己打招呼的福伯 嗯 心情并不十分美丽的路易 随口应了声 少爷是要进宫汇报的吧 夫人已经吩咐时刻备好水了 他知道我今日回来 路易想自己此刻的脸色大抵不太好 若不然福伯怎么样这般忐忑的神情 到底也是精明的人精 福伯组织着语言 尽量帮夫人说几句好话 前几日说到少爷的来信 夫人就高兴了好几天 只是今日六扇门友集市不得不过去 才吩咐老奴时刻后者 路易轻声哼了哼 也不知道他这是有多大的急事 居然舍得抛下快两个月未见的夫君 看来他的夫人真是敬业得很纳 环顾了一下四周 没见到自己夫人也就算了 居然连家里的两个小家伙也没看到 路易眉头微醋横而合身呢 现下这个时辰 正是夫子过来授课的时间段 两位小少爷在南间书房上课 再过一会儿便能结束了 看着路易不解的眼神 福伯补充道就是您年少时用的书房 您不在家的这段时日 夫人将其改成了学堂状 方便夫子过来给小少爷他们教学 您要去看看吗 还是先洗漱 将水备好吧 我去去就来 路易台不往南间书房而去 透过窗户往里看 之前放置的书柜以车走 只留下一排书架靠墙摆着 新添了四套客桌椅 原本的书桌也往前推移不少 墙壁上还新增了挂着的墨板 原本不算大的书房 如今倒是空间所剩无几了 路家的两位小少爷 才萝卜头点大 正挺直了小身板认真听课 有趣的是桌上还像模像样的背上了笔墨纸燕 摇头晃脑跟着夫子念读的小家伙 根本没注意到床边的路易 房间内也没有看到层幅的身影 不用人监督能到这个份上 路易已经很失欣慰了 到底还是夫子注意到了路易 路易示意他不必理会自己 继续教学 可随着夫子与路易交流的视线 小路恒也看到窗边站立的路易 爹爹爹爹爹 两个小家伙火速爬下椅子 欢喜地朝着路易跑去 一左一右地抱住两个小人 路易心中那点方才被自家夫人忽视的不满 顿时消散不见 爹爹 你总算回来了 恒儿都想您了 小路恒活脱脱就是惊吓的缩小板 才一见面 已经囊囊地喊开了 小鬼灵精 跟你娘一个样 就会撒娇 路易扶了扶她的小脑袋 转而问稍微安静的小路生 舍儿没有想爹爹吗 想了 舍儿想了的 路大人 夫子也出来问好 夫子 辛苦你了 路大人客气了 两位小公子天姿聪颖 又勤奋好学 是可遭之才 能为他们教学 是老夫的荣幸 儿子被夸赞 即便是场面化 当父亲的路易也是高兴的 客套到夫子过誉了 孩子们年纪小 还请您多费心才是 恒儿 舍儿 爹爹还有事情 你们跟着夫子继续上课 爹爹忙完再陪你们 路易示意两个小家伙 坐回去 毕竟与路易分开这么长时间 小路生犹豫了一下 爹爹需要忙很久吗 娘亲也想爹爹了 能不能见过娘亲之后 再去忙 看来那个傻丫头 平日里没少念到自己 连这么小的孩子都看出来了 路易心情愉悦了几分 浅笑道不用很久 晚上吃饭时 爹爹就回来了 那生儿和娘亲等爹爹 回来吃饭 小孩子的欢喜 都直接写在了脸上 好